您好 您好 什么会儿热冰频道 跟你说一下子 我想跟你聊一下那个关于 你就是王志安 你知道吗 谁是王志安 就那个外网上面的那个去玩岛 然后被台当局给封杀的那个人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怎么能当我什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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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跟你说一下子有一些论人的一些观点和一些思维 就是想跟你聊一下这种关于他们的这种意识形态这种问题 行 你说 我听听 我跟你这样讲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吧 我其实跟你说吧 实说吧 实说吧 大头一个 其实我之前 怎么说呢 就是我之前在很早的时候 我是一个小粉红 那种特别爱国的那一种 经历了一些原因 看到网上就是说舆论起的非常大的之后 然后的话 我就是也觉得这个社会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于是我就我就在想 以前的时候我是非常自豪的 我就觉得这个国家确实是在进步 相比几十年前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是一个无可否论的事实 可是为什么却还有的人整天都在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呢 是不是说确实社会上有什么问题 你现在说的是不储蓄的人 在原地抱怨的是吧 你先听我把他说完 就是先说一下我的经历 我是这样说 我的心就是渐渐的变得起来 比较淡起来了 也是渐渐的对 怎么不信的了 但是我后来的时候就 从一被粉红变成了反贼 然后反贼变成了李中克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不太感兴趣 我想知道你现在还是李中克 是怎么个李中克 反正哪儿不做的不太对 你直接从但是开始说 给踢了 不是踢他干啥呀 不现在现在不是那啥吗 现在不是说的挺正常的吗 你再重新联一下吧 踢他干啥 如果真的是特别敏感那个事 我们到时候再踢呗 不是说了吗 从自己从粉红变成反贼 然后变成李中克 咱想听听为啥 都完了你前面的铺垫 我大概能猜到你 你可能说的是怎么 为什么这些人都出国了 又要加个兜 为啥有钱人都出国了 又要加个兜 是不是我们真的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 如今高中低三端出国的人 都是什么形态 我负责的人告诉 低端的人不见得有多少 全都是什么反贼 不至于 但是确实比例也不小 他们的终极想法 是想奔去那个国家 看似更好的国家 实际上都是奔着汇率差 我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这个国家 我们想去的这个美国 他挣一个月那个地方 挣3000美金 相当于折换层人民币 相当于1500 虽然拥有同样的购买力 你问他去吗 我们把一件事拆开两半来看来说的话 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今天的美金如果跟我们的比例 是美金比人民币 如果是1比7 反过来的 你问他们还去吗 在他们本地一样享受这个 就是说这个什么 一块钱的牛奶 五毛钱的香蕉 你问他去吗 我感觉这首先就得一大半人不去了 你说的再好听 家里再不好 最终你不还是为了钱去的吗 有一大半人不去 会不会还有人去 还会有人去的 他认为这个地方更更适合他 更自由也好 更怎么着也好 现在我在网上很多人 你在网上你影响了很多很多人 他们对这个出国有认知 实际上我的影响 远远不抵田田圈 讲师王公公以及陈旺这种人 为啥 他们是用鲜活的实力给你们展示了 尚没过 就是这个池子不会游泳 到那个池子混成什么样 他们是血淋淋的教训 在这给你教你们 前后9 大号昨天2点 这个号今天12点 你好 超妈 我先跟你道个歉 我非常抱歉 在上次直播年外的时候 我用错了词 就是用词不当 导致你产生了一种误解 给你直播造成了一点不好的影响 我非常抱歉 我当时跟你说一下子 我当时并不是表达是无感的态度 我就是把无感当做成了中立 非常抱歉 我当时表示的是一种 原来是你 那个什么 我跟你说一下 你有写连麦理由 你说你跟我的意识形态不一样 因为我表明我意识形态 我是靠左的 我是子弹 我是那 你应该是没有弄明白什么叫做意识形态 你压根没有弄明白什么叫 你没弄明白什么叫做意识形态 曹妈 我是跟你这样讲 我对任何一个我家持的是中立态度 不是无感态度 请你不要误会 我是属于中立偏左的 因为上次你直播那件事情 就是让你产生了一些误解 我非常抱歉 我就是想特别想跟你来这里道个歉 非常抱歉 不好意思 中偏左其实是我们整个咱们村的一个定位就在中偏左 那比如说我个人的定位可能还要再靠左一点 就是常常我 咱村也正在一个中偏左 所以你看咱们村的整个的制度上什么对外开放一带一路 我们没有特别那个啥 咱村的一个大的路线也一直都是中偏左的 其实咱村你也能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 是的 是的我知道 就曹妈 我再说一下子 关于挪威的那件事情 我之前是有论去挪威这个想法的 但是后来就经过生死考虑了之后 发现华外其实也并没有这么美好 我就把那个想法给抛弃了 论去挪威的那个想法 你去过挪威吗 我没去过挪威 但是的话就是 我觉得对外面有律庆最好的方法是 多旅游可以去看看 我去过挪威 我去过澳洲 我大头鹰被封的那件事不是我干的 我再说一遍 不是我干的 大头鹰被封的事情不是我干的 我说一遍 那个可能又是被驴马烂子集体举报了 一个人也干不了 你要什么 要么就买举报上三 那行吧 没什么好解释的了 这又没有什么那个啥 我想跟你再说一下 我为这个事情是我之前的时候是有论据这个想法的 但是现在是没有了 因为之前的时候有很多论人的视频 我了解一下 都是前车之鉴 于是我家境里面也不错 然后我就想到没有论的这个必要了 于是我就放弃了 我现在是不是论人的 也不是什么反贼 我不是论人也不是反贼 这点我可以保证的 你们都不要误会了 不要太在意 我跟你说 你不要太在意网上的人说 那网上骂我的肯定比骂你的多 你看看网上有多少人骂 不要太在意网上的人怎么说 心放大眼 不要太在意网络是网络 线下是线下 不要太把这个事当真 知道 你可能还是年轻 大家要把网络和现实生活分开 是啊 你就比如说那个什么网站什么言论自由 我跟你讲吧 王志安 要诈房了 那个名字不能提 那个是 王菊的名字不能提 王菊那个是 是那个什么 对 我不管你说 我不恶意揣测你 但你说 你要说的那些话是要诈房 你那说的话明显是要诈房的 因为你知道王菊是个什么东西 王菊现在妥妥的犯罪分子 他也是回不了国的 知道吧 这些 像这种犯罪分子的名字 就不要在网上再大肆宣传了 对 我觉得我不愿意那么恶意揣测你 我觉得你有点不厚道 小伙子 你看我也今天跟你客客气气的 你突然开始扯这个有点有点不厚道了 我不恶意揣测你 但是我觉得你突然那个啥 怎么会突然跳到王菊 整个事跟王菊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有点不厚道 是吧 你 你 你要不要还在上来解释 我还就 我现在倒想给你掰扯扯扯这个事 我不恶意揣测你 我不说你 是不是你自己觉得你是不是有点不厚道了 怎么会突然扯到姓王的身上 这个事跟姓王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听听你还要说什么 我这好奇心中 你是不是有点不厚道了哥们 对不起啊 好吗 就是我哥 我就是 就上次连你线的时候 我不太清楚你的直播中 因为第一次连你线 你稍等 你不会不知道哪些话不能说 哪些话能说 不知道还是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我现在就让你下去 我也不恶意揣测你 我就当你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 咱就一句话也别说 因为很危险 防荣一炸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那不知道就算了 不知道随时就念什么